开启,从我的网站上面,比如你要参考我的这个完成的档案,那你要怎么去把它开起来?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资料夹,所以我解出来的话,我解到这里 它就里面有这些东西,那怎么开?特别注意 记得也要从新增网站开始 因为如果你不新增一个网站,你就开不起来 它是一个网站,它不是开启一个档案,不像WordExcel,一个档案就开启,它是一个网站,所以你必须建一个网站给它 然后名称的话,比如说就是102APP 之类的,那因为我有一个,我就再加个2好了 那你指向给它哪一个位置,就是桌面上我们解出来的那个位置,就这个 这个位置选给它 这个资料夹 对应到一个名称 按一个储存 好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再来怎么样?打开这个index,其实 第一步就是新增网站 新增一个网站,然后呢会把这个网站加进来 第二步其实就是开启什么? 主要的其实就是开启这个index 这个index 开启之后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切换 成为分割了,原来是 设计嘛,你可以把这个模式改为分割 那他就是左边右边,你可以看一下细节 然后呢,也可以浏览一下 在chrome中浏览,或者即时都可以 那另外就是说,我的习惯一定会把它切成传统的 这个我想 慢慢各位要习惯 传统的 因为你如果不切成传统的,有一些功能会躲起来 不太好找 那这是我的习惯,尤其像什么 这个标签 检视窗,很多同学奇怪就是没有,因为 你没有把它切成 传统的 这个我印象好像没有切成传统的 就 出不来了 那出不来的话,后面你就不用做了 OK,所以大概会有几个 重点就是 第一个,如果你 当了我的 开启新,就是你要把它开起来的话,记得从 网站里面新增网站,还是从新增网站 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你制定 最后把index打开来 那你就会看到我的细节了 OK,都在这里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设计的主要是针对什么 index.htm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的话 我们要练习的一些范例档 基本上也都放在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的分享 就是这个 我们写在白板上面的网址的练习档 这一个 网页转App的范例 那一样把它下载下来 他这个好像才几Meg 这右下角有一个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 那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大概5Meg多了,一下就下载下来 然后也把它开起来 并且把这一个 里面有这个DWCS 这个是 CS4的旧的范例 不过我觉得还算适用 那把它解到哪里了,解到桌面上好了 我把它拖拉出来放开,其实就可以解出来了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里面我们上礼拜是利用这里面的范例 这边这个 DWCS4的范例 这个范例 他有一个 STD就是网页完成的 练习档在这里 Exam 的DW01 这里面 OK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106 其实也是类似的 只是稍微又有不一样的样式 那首先的话你把这个Default 他原来的网站的首页打开来 打开来的话基本上 你会发现呢 这个是在网页上面的状态 可是如果你今天 在手机上面 看的话 你会发现 真的不适合 尤其像有一些旧的网站 你要把它放在手机 你没有缩小 或者是没有把它重新在定义成手机的样式的话 真的会不太好用 那这个范例主要是什么 他这边有好多个景点 包含就是绿岛机场 南鸟鱼港 什么朝日温泉 海餐瓶 这四个点 那如果说你想要让人家知道说 这里面有什么的话你可以点击他 他会跳到下面这边来 然后回导览页 南鸟鱼港 类似像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像这样的一个 网页 变成一个APP的话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当然 我们 第一步也是一样 就是到我们的 Tuneweaver里面 第1个 再来的话 把旧的先关闭好了 那这个网站目前是 这个102APP 那我这边的话再新增一个 一个网站 名称就是106APP 106APP 这个 那 位置的话 那请各位找一下 因为我把它解到 这个我干脆先把它搬 这个先取下一下 我先把它搬出来 我把它搬到 这边有个 范例 我放桌面上 所以如果要增加一个新的网站的话 就是也是一样新增网站 106APP 然后放桌面上 桌面上的话呢 我就直接 看你要不要在桌面上先开一个资料夹 或者是 直接在下面呢 让他指向桌面的 106APP 如果说 后面的这一个资料夹不存在 他会问你说 要不要建立资料夹 要的话你就按确定 他就会在桌面上帮我们新增一个资料夹名称叫106APP OK按 储存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桌面上会不会产生一个 有 这个有没有 他就帮我们产生 打开应该是空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有任何 没有加任何东西 那我们要加什么东西进去呢 基本上就是把 刚刚我们解出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范例档 就是我们范例档里面的 在上一层 Exam里面 DW01 的图跟字就好了 这两个Images跟这个 直接怎么样 丢进去 拖拉放过来 或者复制贴上也可以 丢过来 就是一个 有个图了 我们需要的图都在这里 那我们需要的字也都在这里 图跟字 素材部分的拖拉进来 再来就是 建立一个新的 首页 最重要就是那个index 因为没有index.htm 你这个App也没办法显示 你需要的画面 所以 素材加进来 的方式 这边注意就是新增网页 这个地方有没有 一定要改什么 htm 就这个地方改就好了 其他不用改 按一个建立 然后呢直接先储存好了 就完成我们第1个阶段 建立我们把我们的网站建立 汇入素材 建立首页 所以这个特别最后一定要是 index.html index 后面 htm一定要加l 因为phonegap好像 他没有l 就会产生错误 之前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的 注意到 因为我都很习惯有l 那天我们好像 上个礼拜上课 没加l 传上去就错误了 所以这部分要特别的注意 OK 这个名称的话就是我们app的实体的画面位置 按储存 好 那就完成了 所以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 请各位 素材的部分 在我的云端上面的分享区里面的那个练习档 这个 011的这个网页转app 范例 有102到210 那当然我不是每一 都会讲 可是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里面每一题都可以自己做做看 就是如果你每一题都可以转得出来 而且可以做反正那个没有固定的你只要把你学过的功能给套用上去的话 其实OK的 然后呢 第2个是说 你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那里面我们需要的就是 这个素材 素材部分就是 这个解出来的东西 106 我是exam里面的 这个资料夹的 图 跟文 那再来就是说呢 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名称的话呢就是106app 然后放这边就加一个106app 再来把素材丢进来 再加一个首页 这个部分就完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 建立106app的网站 跟汇入素材 还有建立首页 好